北京时间1月13日 低迷的威少引发全美吐槽 在四连胜之后 胡仁又遭遇了两连败 表现糟糕的威少自然成了重视之地 威少实在低迷 整场比赛 他出战37分18秒14投2中 3分球5中0 罚球5中4 得到8分12篮板6助攻一抢断 可以说 疯狂打铁 现在的威少给人一种矫枉过正的感觉 赛季出 他因为疯狂失误冲上热搜 但是 过去四场比赛 他一共只出现了四四失误 包括两场零失误 可是 控制了失误 投篮手感却丢了 过去四场比赛 他的投篮命中率只有25.4% 59投15中 这个赛季的詹姆斯 可以说打出了胡仁生涯最好的表现 截至目前 詹姆斯本赛季一共出战30场比赛 共计得到872分 这是他单赛季出战的前30场比赛中得分第二高 仅次于2005-06赛季的914分 但是 老詹的不老神话并没有让胡仁高歌猛进 过去12场11430 可是 胡仁战绩五生欺负 沃格尔承认 拉塞尔 威少正处在一个低谷中 但是 我们都支持他 会帮助他渡过难关 詹姆斯也谈到了威少的低迷手感 他建议到 继续努力训练 他获得了一些不错的投篮机会 但现在只是投不中而已 威少自己则是信心十足 被问到投篮挣扎 他爆粗回应 你在跟谁说话 我投不中那该死的球 我不喜欢退化这个词 我会找到解决办法的 就这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